好,2023年DSCMC第8题 好,马斯路需求层次理论 现在是讲讲这个高级餐厅的设施 可以满足到客人的需求 以下哪些项目是恰当的 好了,第一件事 需要知道什么叫做马斯路的需求 好,可以看回我的网站 好,马斯路层次理论 我们通常这么背 生安社专志有五个需求 第一,生存生命的安全 第二个安全的需要 续体和精神性的安全 社交需要 爱和归属感的需求 尊重需求 别人尊重和得到满着的地位 自我实现需求 发挥个人的潜能、理想和抱负 好,明白了定义就很容易了 好,A的题 为尊贵顾客 特设这个贵宾室 贵宾是很威的 绝对不是生理需求 好,调回来 第二点 B,足够的数量的洗手间 与人方便 这个就真的是生理需求 而贵宾室来说 就是满足到顾客的尊重需求 好,C,有足够的消防设备 这个很对 安全的需求 好,D,去残疾人士提供这个无障碍设施 这个就绝对不是自我实现需求 因为我们不是发挥潜能、理想和抱负 这个来说 就是属于我们叫做安全的需求 去残疾人士提供这个无障碍措施 所以答案来说很简单 就是C 我记住要背识路途 那五个特点的需求